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那今天这一集呢 咱们来把这一款宝宝鞋呢 来把它织完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 宝宝鞋的第三种织法 那今天这款宝宝鞋 是一款甲元宝的宝宝鞋 还是蛮漂亮的 大家呢,参考我们上一个教程 就是修订了起真术之后的 一个教程 把咱们的这个鞋底 把咱们需要的宝宝大小的鞋底呢 织好 织好了之后 现在咱们要织这个鞋身 那这个鞋身呢 咱们也是用两根磅针来织的 好,我这里呢 已经织好了鞋底 现在开始织鞋身 鞋身呢 咱们也是织这个甲元宝的这个花样 它是每四行一个循环 每四行一个重复 好,第一行 鞋身的第一行 第一针反条不织 织线放下来 接下来 咱们后面的每一针都是不加不减全部织下针 第一行织完翻转 第二行 鞋身的第二行 第一针反条不织 后面的每一针 咱们不加不减全部织上针 鞋身第三行 第一针 咱们现在要正条不织 好,接下来咱们织线带上来 织一针上针 再织一针下针 好 第一针正条不织 然后是一上一下 接下来后面呢 咱们就不加不减的 一上一下的重复的织 一针上 一针下 好,我们就这样重复的织 一上 一下 一上 一下 把这一行织完 鞋身的第四行的织法 第一针反条不织 织线放下来 接下来咱们要 一下一上的重复的织 那这一针下针呢 现在呢 咱们的路针点呢 要有所不同 正常的路针点呢 咱们是这样来织 对吧 这样来织的 那现在呢 这个甲元宝 这一针下的路针点 咱们要从它下面的这一针 好,大家看清楚 正常的咱们是这样来织的 好,那这里呢 我们不能从这里路针 而要从它下面的这个地方 从它下面这里路针 好,从这里路针 还是正常的像平时之下针一样 把这个线圈调出来 好,栽针 上针呢 还是正常的之 然后又是下针 咱们仍然是从 这个地方路针 好,下 上 好,就这样重复的织 一针下 一针上 好,我们就这样重复的把这一行织完 这行织完翻转 又来到第五行 鞋身的第五行 那么四行织完之后 我们这个甲元宝的一个花样呢 就完成了 接下来咱们又是重复刚才这四行的织法 第一行就是 第一针是滑针了 后面每一针全部织下针 第二行 除了第一针滑针 后面每一针织上针 第三行 第一针滑针 然后接下来是 一上一下的重复的织 第四行 除了第一针的滑针 后面就是一下一上的重复的织 只不过是下针的路针点 跟平时不一样而已 这就是甲元宝四行的织法 所以其实也蛮简单的 好,我们就重复这种织法来去织 那么这个鞋身要织多大呢 这个就要看宝宝的具体的脚的大小 那结合到这个甲元宝的花样 那么建议六个月以下的宝宝 六个月以下的宝宝 咱们鞋身呢 就织八行 也就是有两个甲元宝的花样 看到吧 像这样一个凸起 这就是一组 两个凸起就是两组 那么六个月以下的宝宝 大家织两组 一共八行 而六到十二个月的宝宝 建议大家织三组 也就是要织十二行 织十二行 大家把自己需要的行数织完 然后呢 咱们就要开始纷争来织这个斜面 鞋身织完了 现在咱们要织斜面 那么织斜面呢 咱们需要找到最中间的几针 要找到最中间的几针 好 那么零到三个月的宝宝建议呢 你先找到最中间的五针 三到六个月的宝宝建议您先找到最中间的七针 六到九个月的宝宝先找到最中间的九针 九到十二个月的宝宝先找到最中间的十一针 好 我这里找的是最中间的七针 那么其他的针数咱们就两边平均分配 而且这两侧的针数一定是相等的 好 这根线呢 大家不用剪断 因为到后面咱们要用来织这个袜筒 好了 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织这个斜面 现在织斜面呢 就是专门织这几针 然后两边不断的收针 那如果是这个有经验的姐妹 你就可以用两根针织 那这里呢 我做教程 为了教新手呢 咱们我就用四根针来织 好 咱们需要另起线头 那我们又要开始下一组的单元花了 对吧 那么这个单元 这个甲元宝单元花呢 刚才说呢 是每四行一组 所以现在咱们要织第一行 也就是全部的下针 好 第一针咱们是织过来的 好 第二针也要织下针 织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线头呢 隐藏一下 那么这一行呢 咱们就是 这几针呢 全部都织下针 最后一针也要织下针 好 中间几针织完下针之后 咱们从左侧棒针 也织一针过来 好 这个线头再次隐藏一点 好 隐藏了一段距离 你就可以把它剪掉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里呢 就有了八针 好 翻转 来到第二行 第二行呢 咱们应该全部织上针了 好 第一针还是 反条不织 后面的每一针 咱们都织上针 不加不减 好 全部织完之后 咱们也从左边的棒针 织一针过来 织一针 上针 织过来 好 然后翻转 来到正面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鞋面呢 就有九针 三六九 大家像我这样 一样的 织了两行 分别从两侧 各加了一针过来 也就是说 我现在 因为我织的是 三到六个月宝宝的鞋子嘛 那我这个鞋面 其实呢 给它分的是九针 明白吗 一开始是七针嘛 然后两边各加了一针 所以其实最终 这个鞋面是九针 那么你们用一样的方法 零到三个月的宝宝 那么这个时候 鞋面应该有七针了 六到九个月的宝宝 这个时候 鞋面应该有十一针 九到十二个月的宝宝 这个时候 鞋面应该有十三针 好 要有十三针 好 那现在咱们又继续了 第一针 调下布织 好 跟前面一样的织法 甲元宝的第三行 接下来是 一上 一下 好 我们就这样织过去 按照这个花样 一直的织 直到还剩下最后一针 一上 对吧 那么 这个时候 最后一针呢 本来应该轮到织下针 对不对 好 咱们先把这一针 调下布织 咱们要把这一针 跟左边磅针的第一针 进行合并 好 这一针是调下布织 然后 左边磅针的第一针 咱们织一个下针 再把刚才 调下布织的这一针 把它拨收过来 换句话说呢 这个时候 磅针上还是 我这里仍然是九针 又翻转 这个花样的第四行 第一针 反条布织 织线放下去 那么接下来 应该是 一下以上的重复 下针的路针点 是吧 是这个地方 而不是这个地方 好 一针下 一针上 好 最后一针呢 应该轮到 织上针 咱们先把织线 带上来 最后一针 先调下布织 因为也要把 这一针 跟左边的第一针 进行合并 好 咱们用右针 同时调起 这两针 这两针 同时 织上针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不断地 重复这种方法 中间的 斜面的几针 咱们就不断地 织过去 织的同时呢 每一次 都是跟 左边棒针的 第一针 来进行合并 然后在织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排这个 甲元宝的花样 好 就是这样来织 好 我这里呢 再给大家 演示一个回合 四行的织法 好 第一针 调下布织 接下来 每一针 都织下针 这一针 先调过来 这一针 下针 再把这一针 剥收过来 第一针 反挑布织 后面 后面全部织 上针 后面全部织上针 剩下最后一针 先布织 把它调过来 这一针 跟左边棒针的 第一针 同时 织上针 这是第二行 来到第三行 第一针 挑下布织 第二针 咱们要织上针 一针 一针上 一针下 上 下 好 最后一针 之下针 先调过来 第四行 第一针 最后一针 要织上针 先把织线 带上来 好 这两针 同时织上针 好的 这样呢 我们又完成了 一个回合 就是四行 一个甲元宝的花样 是吧 所以我们就这样 不断地往下织 然后呢 同时两侧 不断地去收针 织出来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织出来 就会是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就这样 一直的织 那么织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要停下来呢 那这个呢 就跟宝宝的脚的大小 是有关系的 呃 那个 零到三个月的宝宝 咱们织到两侧磅 分别 剩下十针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不织了 三到六个月的宝宝 织到两侧磅 分别剩下十一针 咱们不织 呃 六到九个月的宝宝 咱们织到两侧磅 分别剩下十二针 不织 九到十二个月的宝宝 织到两侧磅 分别剩下十三针 咱们就不织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织这个鞋头 我这里鞋面的已经织好了 两侧分别剩下十一针 中间有九针 好 那织好了之后 这根线呢 咱们就可以剪断了 好 那现在咱们又从这边开始 来片织最后的这个鞋头部分 第一针还是条下不织 正条不织 好 接下来咱们就是 呃 因为这个鞋头部分呢 是比较有弹性的嘛 所以咱们织的是这个单螺纹的花样 也就是一下以上 或者以上一下都可以 好 那为了跟这个花样的比较贴切 咱们就 呃 一上 一下 重复的支 一上 一下 来到呢 鞋面 那么这个连接处呢 因为这个地方口比较大 所以咱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 来补一针 补一针 让这里呢 这个缝隙呢 会小一点 把这个挑起来 好 这样来挑 再把这个线圈 移到咱们的左针上 好 接下来这一针应该能到之上针 好 我们就在这里补了一针 继续 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那么同样道理呢 这个连接处咱们也要补一针 而这一针呢 刚好也能到之上针 好 咱们也是需要在这里补一针 好 处理方法跟这里是一样的 让它这样呢 扭起来 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洞呢 就没有了 上 好 继续了 一下 一针 最后一针 轮到之下针 好 翻转来到反面 反面呢 现在咱们就按照它固有的花样来织 织出来会是单螺纹就行 第一针 反挑不织 好 那么很明显 现在应该是 一针下 一针上 一下 一上 那么这里的下针就是跟平常之下针一样 这样正常的织就可以了 好 大家就这样一直重复的织 一下一上 一下一上 的织过来 看到吧 下 最后一针刚好是上针 咱们就织完了 然后又来到正面 第一针呢 我们也是 划针 然后接下来又是 一上 一下 一上 一下 重复的 织 来到反面的时候 第一针 划针 然后就是 一下 一上 一下 以上 的重复的 织 大家就这样 一直的 织 织到你需要的 这个高度 看到吧 你需要的高度 你需要多长 你就织多长 织完之后 咱们就来收针 袜筒呢 知道了自己需要的高度 那现在咱们就可以 收针了 这个收针 不管你现在织线在这一边 还是在这一边都可以 方法都是一样的 好 第一针 咱们还是正条不织 然后第二针 这里是上针 对吧 然后咱们织下针 再把第一针 拨收过来 好 接下来 这一针是下针 咱们要织成上针 这是丹罗纹的特有的 一种比较有弹性的 收针方法 好 咱们从后面 把后面这一针 拨收过来 是上针的 咱们织下针 好 就重复这种方法就可以 好了 大家就这样一直收 收到最后 咱们再来看 收针全部收完了 好 收完之后 咱们直接把这个线圈 把它拉出来 线剪断 大家稍微留长一点 因为我们要缝合了 好 那现在缝合了 咱们 呃 要从这个脚后跟这里 一直缝到脚底这里 咱们翻过来 把这个里面 把袜子的外面 把袜子的外面 相对 用上缝合针 这个缝合呢 特别简单 第一针呢 就是这个 最边上的这一针 咱们还是需要 缝的牢固一点 那我们可以多走一次 让它牢固一些 好 那因为我们每一行的第一针 都是滑针嘛 所以呢 旁边呢 就会形成这种 比较好看的辫子 两边都有 那现在缝合呢 咱们只需要 一针对应一针 每一次缝合 咱们都是挑 这个辫子的 里面的这一根线 这根线 这条辫子呢 也是靠 也是挑 靠近里面的这一根线 咱们这样来缝合就可以 好 我们就这样一直的缝 到脚底板呢 也是这样来缝的 只要一针对应一针 没有漏掉 缝整齐了 对齐了就可以了 这里全部缝好了 缝好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里面 把线头全部处理一下 隐藏一下 尝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翻过来 这个小鞋子呢 就全部好了 主体呢 就全部好了 那如果说怕宝宝穿在脚上 会容易掉下来 我们可以给这个 小鞋子小袜子勾一个 刚勾一个那个 袋子 用于固定一下 记一紧 这个我们隐藏一下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勾一个小袋子 小袋子呢 可以勾那种最简单的 全部都是辨纸针的 咱们在线的一头 记一个扣 用我这里用的是2.5 大家用2.5 3.0的都可以 就直接勾这个辨纸针 最简单的 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 带子勾到了自己需要的长度 咱们就可以剪断 然后把这个线头直接带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咱们就可以把它穿到小鞋子上来绑 你可以让它在前面固定 你可以让它在这个旁边侧面来固定 都可以 好 我们大概从这个位置 来穿过去 好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从这一边开始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鱼肉 穿的偏了一点 大家找到合适的位置 把这个袋子拿到一样长 然后就可以在前面打结固定 我这个袋子勾得太长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打结固定 大家不用勾我这么长 那这样的这个宝宝鞋 咱们就勾好了